車床叫某種東西 還有Internal Compact 我的舊時代 我上大學1950年代的初期 1951、1952 那個時代機械系要念內燃機 那個時候汽車非常重要 內燃機 我是變了兩年的內燃機 而且我學會修汽車 我後來沒修過汽車 花了兩年的時間 內燃機 修汽車 Laboratory 這個算是非常好的 很好的教育 MIT還有很好的Laboratory 教我什麼修汽車 這個 可是 在學校學當的知識 在工作上用到多少 十分之一 五十分之一 絕對不多過十分之一 絕對不會多過十分之一 這個又是 我的最近十年二十年的 反省 學校的 好 那靠這種知識 我絕對不能夠工作的 我絕對不能夠 有今天的兩個成功 我孩子工作需要的知識 就是 絕大部分都要從 終身學習 到在學校 終身學習習慣 好 下個 終身學習是有系統 有計畫 有紀律 終身學習並不是普通 一般人在講的 活大老 學大老 那是 沒有系統 沒有紀律 沒有計畫的 終身學習 活大老 學大老 我 提倡的 你推的 終身學習 是 有系統 有計畫 有紀律的 終身學習 你 系統 這個是要你自己決定 在我的行情 我 學士 塑士 都是機械 可是 一出 學校 念完的塑士 如果要考這個博士 要考機械系的博士 考不取 這個在我自傳上 考不取 我就想 啊 不管他了 不念了 也不到別的學校去念 我就做事了 那做事碰到 頭一個事情 又是半導體 跟這個機械系 無關的 可以說 所以 我的 終身學習 的 開始 就是我 進入半導體 有系統 第一個系統 第一個 我的終身學習 就是半導體 後來 後來改了 過了幾年 這個系統 可以 幾年以後 可以 那 還是講那個時候 我第一個系統 就是 有計畫 就是 半導體 是 怎麼學呢 那 我第一本書 就是 這個也是在我自傳 就是 夏克寫的那本 很 很深的書 很難的書 我 每天晚上 這個就是我的 季語 每天晚上下班 之後 看兩到三個小時 兩到三個小時 那個時候 我雖然已經結婚了 可是 我 那個公司 在一個小鎮 小鎮 我還沒有辦法 加班去 我就在 一個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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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iece 酒 酒 跟我在同一個公司做事的一個相當資深的一個工程師 那這樣子開始了我的這個半導體的技術的這個學習 好啦 那我剛剛說的系統師可能是幾年之後就變了 那我的開始就是辦到技術方面的理論跟技術方面的學習 到後來做主管了做總經理了 那要管財務啊要管會計啊要管人事啊什麼 那我的系統就改了 那系統就變成management 那我的計畫也改了 當然是那本Sharker書 就是你就是在頭一年就通通都能夠看得懂的通通都看了 OK都懂了 能有能力懂的都都懂了 好 那這個看什麼呢 那這個看什麼呢 另外就是這個要看這種會計方面了 財務方面了 還有management的書 那這個是不要說實 哈佛的Business Review 那我有一度好幾年的時間 我是一個忠實的定戶 不但是忠實定戶 而且忠實的讀者 我這個也是有一個時期的 我這個也是有一個時期的 五年十年以後 我是覺得好像是 這個獲得跟這個付出好像也不太稱 所以我就已經不停掉了 雖然是真正好的文章是 你還是可以從別的地方知道 你真正好的文章 你再去看 你不需要每個月的病 所以他就是去看 Wash Journal 這個是理事老長看的 那到台灣了 我是現在在講我的 學習系統 中生學習系統的改變 那到台灣了 雖然是我懂中文 因為我中學是在中國畢業 都懂中文 可是到底是生疏老 所以中文又變成我的 中生學習的系統部分 那計畫 每天看 兩三個社論 到底報紙啊 社論還是寫得比較好 看什麼雜誌 中文雜誌 到現在都 價格都訂了 六七個中文雜誌 三四個報紙 甚至於趙瑞啊 對 中文蠻愛好的 蠻熟悉的 朋友 要跟他們介紹書 那是基本的 剛到台灣來 跟他們介紹書 有紀律嗎 這就是我剛剛講的 每天多少時間 這個我到現在都是幾次 大概總是每天 當然是看的東西 已經是已經改變了許多次了 有的也沒有改變 中英文對方說 是沒有改變的 我到現在都是 還花很多時間 在中文跟英文上面 這個 大概是 我曾經有過 做文言講 是 168個小時 有多少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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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班工作 上班工作 我是一直 我堅持 我在排氣店堅持 要在 那個禮拜 要40到50小時 我不要少過 我不要員工 少過40小時 可是我也不要員工 超過50小時 那 有多少小時是 終身學習呢 有多少小時是 社交 跟家庭 這種東西 總之 這個就是治癒 每個禮拜 一定要每天 或者是至少每個禮拜 要花多少時間 好 再一會 這個是講到 就是 我剛剛 講的這個 新主段新人才 新人才 Araba Stinking Innovation 什麼 我只有這個 這個是我的最後的一個 slide 因為這個題目 我想是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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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的老師 對 其實 怎麼思考 也是 不能教的 我剛剛說 是我在學校 我在學校的時期 我的學校時代 我 學會了幾樣東西 怎麼思考 是其中之一 可是 老實說 這也不是 教授教我的 這也是我自己 所摸出來的 怎麼思考 要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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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所學 那怎麼 那怎麼 更是 要你自己 可以 innovate OK 不能講的 但是我 倒是 也有一個 基本的理論 一切 還是要靠知識 沒有知識 沒用 其實 孔夫斯 在論語裡頭去講 那個叫什麼 學而不思 學而不思則亡 思而不學 則代 你假如是 要想心得美 可是你沒有知識的話 不行的 那就是代了 OK 思而不學則代 通常 通常 我覺得是 兩個 這個 毛病 都是 每天都是 在拜 一個是 學而不思 一個是 思而不學 總之還要有知識 那這個是 知識的 聽說 一切 有很多 這個 data data 需要 整理 變成 information 那這個是 我認為 我認為是大學畢業生很有能力做的 事實上的確有相當多的工作就是這樣 可是就如我剛剛講,有很多大學畢業生不屑做這樣 他們要做這樣,沒有人提供機會讓大學畢業生 當然你要做這個的話,通常是需要先在一個公司裡頭做上去 Data整理變成Information 這個是我四個大學生可以做的 Information就是每一個人的問題 每一個人他得到了Information 把他內部化,就變成這個knowledge 就舉個例子吧,今天我演講 我講的東西,我相信對大家來說都不是新的Information 我以前都聽到過了 所以我今天講了,假如你就是跟以前聽到的話,沒有把它內部化 你一點都沒有獲得 你一點都沒有獲得 只要你把內部化了 我要 也許當然也許你不同意 你不同意我講的,你故意不把他內部化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假如你同意我講AEJ這個人講的有點道理 那我把它內部化 內部化需要一個努力的喔 內部化並不是馬上就給內部化的喔 就是不像這個吃好的東西 吃好的東西 你就讓這個味把它內部化 你聽了一個 你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要把它內部化是要思想的喔 思想才能把它內部化 內部化是要思想的 啊 假如是能夠把它內部化的話 就變成你的知識 因為 information 是不是 你一個人有的喔 因為 information 大家都有的喔 內部化之後 可是就變成你有的 你擁有的 因為 information 把它內部化之後 才是你擁有的 你擁有的知識 好 那 這個方式知識還是不夠的喔 其實 我相信的確是很多大學異業生 做事啦 什麼博士啦 都有相當多的學 相當多的知識 要把它synthesize 才能夠把它變成 洞察 insight 我把它翻譯成洞察 看得很清楚 你看得很清楚 你看一件事情 看得很清楚 那 創新 就是更高一層的 你 很多事情 很多 連帶的事情 都看得很清楚的話 就會有 創新 創新 是要 把好幾樣事情 有關係的 連帶的 把那些好幾樣連帶的事情 看清楚了 就有 innovation 就是 innovation 其實是 我是覺得 大陸有個公司 有個PC公司 叫 聯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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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 取名字 取得很好 它的 英文名字 其實是 inova inova 當時 跟innovation 是 有關係的 那聯想 跟innovation 也有關係 我的一個朋友 是我的同代人 所謂同代人 你知道就是 跟我年紀大概差 五歲到 五歲左右的 我這個同代朋友 他是 Gordon Moore 也就是所謂摩爾定律的摩爾 他的聯想力是非常豐富 摩爾定律就是他的聯想力 過去的歷史 那個時候1965年 過去的歷史 是 這個 每兩年 這個Density 就 增加一倍 那 他就聯想起 這個到底 跟這個Power 有什麼關係 跟這個Speed 有什麼關係 那 他又聯想起 這個 未來的這個技術 是不是也會跟過去一樣 那他的 結論是 經過這些通通聯想之後 他就 他就 搞出來他的摩爾定律 摩爾定律 是 半導體頁 裡頭 非常重要的定義 本身 就是一天的飛雪 好了 今天 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就 就是結束 謝謝大家